血泪的时候,换个角度看世界,洋溢的时候,换个环境深呼吸,困惑的时候,换个位置去思考,犹豫的时候,换个思路去选择,娱乐的时候,换个环境找快乐,烦恼的时候,换个思维去排解。 抱怨的时候,换个方法看问题,自卑的时候,换个想法去对待,生活中,学会换位思考,你的世界会更美,以武来代表马,是群烈火对烈马之意。 古希腊神话中说,太阳神和四匹马,每天从东方城堡出发,横过空中,到了日暮时分,便进入西边海中,每天如此。 所以,马和太阳神便连在一起,成为火热的象征。 所以,马年生的人具有火热性格,热情大方,心中藏不住秘密,善于人相处,朋友也会很多,天生有人缘,但也因为如此,将喜欢社交活动,像匹马似的蹦蹦跳跳,所以开支也较大,舍不住钱。 开朗,积极是马年生人的特性,但缺点是做事常不能持久,刚开始会积极进行,若一有小阻碍便停足不前,会给人做事有始无终的印象,无法贯彻到底,所以会被认为没有责任心。 正因为如此,所以年轻时容易展现头角,小有成就,可是无法持久,到中年可能停足半途退缩,只事业无法持续进展下去,爱情方面表现很率直,但却注重外表,数据男美女型,然而常无法相处久一点,必须注意此种性格,方能持佳,另外,体力也都不错,能做执重性工作。 数码的人在2018年财源滚滚,进财机会多,对于以往有借出钱财的,有利约收款追债,容易顺碎心愿,你也不容易运到大财数,有机会得到贵人的点拨,给你举引一条串钱之路。 对于独立经营者来说,特别能感受到好运,多花些钱进行人才投资,日后会被你串取成倍的利润哦,到时,你就等招数钱吧。 生肖马七月运气非常好,如果数码人能够把握运势,努力工作,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,尤其七月份之后,数码人身边出现了贵人相助,能够福星高涨,事业方面如鱼得水,财运滚滚来,做事情更是十分顺利。 所以数码人一定要把握好运气,才会有好的发展。 此外,已经成家的数码人,有望喜得贵子,熟夫妻之间有数码人,则在这个时候会迎来喜运。 如果你有数码的孩子,则七月下旬有望朝地待妹,喜得要胎,总的来说,数码人七月下旬将贵子气东来,愿世极佳,事业风生水起, 财员四面八方涌来,腰包越来越古,存款多多,生肖数码的人进入七月二十五号开端,八方开神来相聚,无妨贵人来协助。 所以生肖数码的人,终于拖肩了人生的美运,迎来了美好运进家门,由于这份美好运跟财气十分的浓厚, 所以你们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,也能够继续自己的人生,好好的掌握自己的时机,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,定能够感谢你的才能。 所以生肖数码的人,很快就能过上吃香喝辣的日子,送你十二生肖,祝你聪明如鼠,强壮如牛,胆大如虎,可爱如兔,自信如龙, 美丽如蛇,浪漫如马,温顺如羊,顽皮如猴,美丽如鸡,忠诚如狗,长得像猪。 2018年对数码人来说,也是一场关键的一年。 战情与事业方面开始呈现出新迹象,急不可思,诗不再来, 数码人可以借助数码人抓住手链的护佑,抓住机遇,一跃而上, 以独特的智慧之光变照世间众生,所导致触天地震动。 特替数码人摆脱无畏灾害,带来智慧与机缘。 2018年数码人尽到耳聪慕名,圆通自在,功能无量。 数码人专属转越狩猎,财运事业或您必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